为了神的国度 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 他必须放下一些东西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立位记的灵修 会接续昨天对于祭司的一些限制 今天的段落是在21章 针对大祭司的一些限制 这段限制是什么呢 就是当大祭司担任大祭司职责的时候 他必须要专心完成他的职责 来扮演大祭司的角色 所以在大祭司的家中 假如有些什么哀伤的事情的时候 大祭司必须要先完成他祭司的职责 在这里就警戒大祭司说 遇到这种哀伤的场合 他必须不可以捧头散法撕裂衣服 那么彭头散法撕裂衣服 这些是当时以色列民遇到哀伤情况 特别有人去世这种的情况之中 表达哀伤表达悲哀的一些行动 但是作为大祭司 假如他遇到这种场合 也不可以这样子 那么对于追悼的事情 作为大祭司就更要谨慎了 连去世的人是他的父母 他也不能够参与这种追悼的行为 假如他现在担任大祭司 似乎就有许多的限制 接下来的段落就讲到 不只是哀伤的场合 喜乐的场合 大祭司也是有限制的 譬如这里就限定了 他婚姻的对象 必须是本族 就是立位支派的处女 否则呢 他所生出来的后代 就失去了做大祭司的资格 那么就是经文这里所讲的 他的儿女就被他掳墨了 或者说他掳墨了他的儿女 意思就是 这样生出来的儿女 那么当然是儿子了 就失去了做祭司的资格 有时候我们会想 这个大祭司 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限制 难道自己的父母去世了 也不能够为此举哀吗 那么在人间的情景里面 其实我们想一想 这里面就是一种价值观的比较 是吗 在我们华人传统里面 我们有几句话 从这里可以帮助我们 想一想这段经文 我们说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我们说忠孝不能两全 就必须舍孝而尽忠 或者说 大义灭亲 这一类的说法呢 其实背后 都是做价值观的比较 小我重要还是大我重要呢 大我重要 于是就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是吗 忠和孝哪一个重要呢 忠比较重要 所以不能两全 就只能取忠而舍孝 大义 就必须灭亲 亲人很重要 不过在公义的前面 我们也必须追寻公义 放下亲属之情 好了 其实人间都有这种 价值观的比较的 何况现在大祭司的职责 和他人伦的责任之间的比较 就不是人间的比较 这是一个神的国度和人间伦理 两个层面的比较 当然 神看重人间的伦理 只是来到神的国度 这个比较的标准的时候 我们就必定会了解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放下 比较狭义的标准 来遵循更广义的理想 所以大祭司受限制 是有原因的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 为了神的国度 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 他必须放下一些东西 对今天的教会 弟兄姐妹而言 其实我们现在 信了耶稣 都有祭司的职份 是吧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祭司 于是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 不管我们是全职 代职 义务的是受心的 其实我们都是 侍奉神的人 在不同场合 不同的领域 担任不同的角色 那么在这个 侍奉神的过程中 我们不断地 也必须做 价值观的比较 那就是在取舍之间 到底神要我 做什么样的取舍 求神帮助你 今天在做取舍的时候 了解到 神的国度 往往是高于人间的伦理 神不是要我们违反人间伦理 只是看到神的国度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重新评估 考虑我们人间的价值 是不是应该放弃 为了神的缘故 于是 大祭司为神的侍奉 就放下了一些 人间的伦理标准了 恳求神带领你 今天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抉择中 做出一个和神心意的抉择 并安